上一期的节目给大家讲了南洋咖啡的历史 今天我要带大家去品尝一下地道的南洋咖啡 教大家如何在新加坡点咖啡 现在我要去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叫ABC ABC的小贩中心 这里的咖啡特别的棒 好 我们一起去试试 这里是一个老区 你看这边的房子都差不多有40多年了 附近的居民年龄也偏大 不过好吃的东西往往就在这些地方 鼎鼎大名的ABC 中午的时间人潮是很旺的 这里有一家非常棒的咖啡档口 好 话不多说 现在就教大家如何点咖啡 你别以为在星巴克里面的咖啡花样多 在普通的本地咖啡店里咖啡也是有很多品种的 在新加坡的咖啡叫做Copy 在咖啡店里面Copy这个词啊 就是指最基本的咖啡 也就是最多人叫的咖啡 意思就是咖啡加炼乳和糖 Copy这个词呢 在新加坡就被默认为加炼奶和加糖的咖啡 所以你点咖啡的时候 你跟人讲 Copy一杯 人家就知道了 给你上一杯 带炼奶加糖的咖啡 那如果有的人不喜欢加奶呢 你可以叫Copy O O是怎么来的呢 孙燕姿有一首歌叫天黑黑 天黑黑在福建话就是T O O O在这个福建话里面就是黑的意思 那黑咖啡呢自然是不加奶的了 所以叫不加奶的咖啡叫Copy O 来杯Copy O 还有一种咖啡叫Copy C Copy C的意思就是 这个咖啡呢加淡奶 它就不加那个炼乳 它加淡淡的奶 所以这种咖啡呢 比较适合女生的口味 除了这几个 基本的点法 你还可以依照个人的口味提出要求 比如说你如果要加冰的咖啡 就叫Copy Bing或者Copy Ice 如果是说我喝咖啡 我不喜欢这么浓的 要淡一点 也可以就叫Copy Po Po就是福建话的说法 就要活的意思 所以就是指咖啡浓度低一点 你如果想要浓一点的咖啡呢 你可以叫Copy Go Copy Gao Gao呢就是后的意思 你要想要浓一点的 你就叫Copy Gao 如果你要特别懂的呢 可以加一个Gao字 就是说Copy Gao Gao 就是说特浓的咖啡 在星巴克里 这就叫Expresso 在古农咖啡店 你叫Copy Gao Gao 就是Expresso 还有的人喜欢加炼奶 但是呢不要这么甜 就可以跟他讲 Copy Shuda Shuda就是少一点炼奶的意思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口味 所以一般早晨我都会浇一杯 Copy Shuda 还有一种就是不加糖 也不加奶的咖啡 就叫Copy Co-Sung Copy Co-Sung 就是我只要咖啡 里面不加糖不加奶 我们说完了Copy 就是咖啡的意思 那么还有茶呢 茶在福建话里叫Deh T-E-H 它的叫法跟咖啡是一样的 如果你叫Deh一杯 那给你送上来的就是奶茶了 加奶加糖的 如果你不想加奶呢 很简单 就叫Deh Deh就是不加奶的茶 或者呢叫Deh O Co-Sung 什么意思呢 就不加奶也不加糖 其实就是一杯茶 我们说了半天了 有Gobi Gobi O Gobi C Gobi Bing Gobi Pao Gobi Gao Gao 还有Gobi Suda Gobi Co-Sung 茶呢 也是以此类推 这就是在新加坡 叫咖啡的方式 如果你来到新加坡的咖啡店 以这种方式和叫法 来叫咖啡的话 人家肯定以为 你就是当地人